十五组 六位数 十五组 六位数 我看可以 我看可以 那么接下来挑战助理上道具 挑战规则如下 评委随机输入十五组 六位数 这些数字会在不满干扰的屏幕上 随机快速地闪现 每一组数字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 仅为0.12秒 挑战者需要瞬间捕捉有效数字 并将十五组数字 进行一个准确的加法计算 计算正确才算挑战成功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摘下我们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 这几天一直在适应这个出席的方式 自己也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找回自己当时世界冠军的那个水平 我觉得还是挺有压力的 好 请王同军上挑战位 王同军十五组六位数 挑战开始 我的天哪 天哪 好 王同军已经 已经把打尽 我觉得他把那个提板翻过来的时候 鸡鸡疙瘩都起来了 你根本看不到 太快了 对呀 现在用识速度大家已经看到了 无懈可击 但是关键是准确率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验证环节 有请挑战助理 太快了 太害怕 首先请大屏幕 为我们显示正确答案 王同军的挑战 能否超越许言之前的五位数 我们就看这个答案 能否跟大屏幕上的正确答案相对应 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揭晓第一个数字 正确 八 第二个数字 你这个四写得像个六一样 对是六还是零 吓我一跳 吓我一跳 好 再看第三个数字 对了 正确 再看第四个 对了 没问题 还剩下三个数 来看下一个 还有两个数 84488 一 最后一个数 王同军已经两年没有接触猪心算 直接挑战六位数 障碍闪电心算 他能挑战成功吗 挑战成功